我說我以前那天去的家說不懂 後來言歸正重 我要講這個紫蘭地藏 因為看到那個普渡慈航 那我們就會覺得是宋子觀音 那它其實也是宋子觀音 在日本時代那個什麼 地獄不空 勢不為人 勢不成佛 就是那個地藏王菩薩 那在日本的地藏王菩薩就很多種 尤其在那個墳墓區的時候 它是小可愛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花亭一路 有它那種鬼片 那是很小的 對對對 它這是Q版的那種很可愛 那它演變成也很多 因為牽手牽眼關音類似的樣子 那有一些是抱小孩 那紫蘭地藏王菩薩就是保佑那個孕婦 那照顧小孩可以順順利利 那在台灣的話就是十二婆節 三十六婆節 那種會宋子觀音 所以後來我們光復之後才寫這個 夜宮朝寫的 就是佛家的 就是它的門面就全部都是白菜寫的 就是這個那個子彈 所以之前因為我們都沒有去做那個文石的人收集 所以以為 湯手觀音就是這一尊 其實不是 等一下在右手邊它就有 今天人比較少就可以進去看 好那有沒有看到它這個格局 這個叫做那個海老紅糧 海老就是日本紅腳那個蝦子的意思 嗯 蝦子在祖神龍之後它是自然的捲屈 這樣 然後也可以就是回歸到我們那個 新生還有人在子宮的樣子 對 所以在很多的宗教儀式都會有 生命的身分裂的這種意象 對啊 那這個它也收到中國文化傳統 所以它這個 柏坎是用龜甲型的 那烏龜是屬於長壽的象徵 然後六角的話也是 在地基穩固上是最穩固的啦 就是六角型 所以你看我們全霧員 他在冷卻的時候 他會收歸成六角型 然後達文西說 最完整的形狀就是六角型 因為它可以無限的增加 增加一次擴展 那這個碑文啊 它這個就是寫鐵道部的部長 上山章一 村上章一啊 有沒有看得清楚 鐵道部部長 他們那個時候就是因為要紀念 就是要供奉那個 在鋪設鐵路的時候 遜難的一些職員 所以就成立了 我以為鐵木針的耶 針岩宗 因為他們都大概姓針岩宗 就空海河上的針岩宗 然後又是鐵道部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打 啊裡面的格局都換喔 都是換成那個 藏傳佛教的 所以進廟門會有一個國牌啊